太魯閣經營酒店員工昨天搭巴士上班的時候 遇到強症受困 其中一名男性員工因為坐在車尾 慘遭落石擊中雙腿骨折 今天一早救難人員透過空拍機勘災 發現有35名員工受困在台巴線175公里處民稅道內 搶痛道路之後 終於將35名員工都救了出來 心裡生死瞬間也讓員工哭喊 以為要沒命了 我沒有可以安的 發誓車尾遭落石擊中嚴重毀損 車頂也塌陷空氣瀰漫一片煙塵 其中一名男子還被巨石重壓動彈不得 最痛的地方是哪裡 右腳腳踝折斷 右腳腳踝左腳也有嗎 左腳也是 經歷漫長一天一夜 經營酒店員工終於等來救援 慘遭落石壓重的17歲男員工 雙腿骨折躺在地上痛苦呻吟 腹部是不是 好你不要動 3號上午經營酒店員工搭車上班 卻遇到強症受困失聯 隔天一早空拍機拍下 35名員工在台八線 175公里處的民隧道 搖紅旗揮手呼救 舊男人員趕緊出動以徒步 加上接駁方式將他們救出 不過經歷生死一瞬間 員工們心有餘悉 不知道我們該怎麼搬出 半夜石頭一直砸下來 很恐怖都睡不好 當下是真的很慌這樣 我還以為會有一波再一波來這樣 會不會就是整車的人都沒命 哭完以為要沒命了 當下落石不斷砸下 員工們怕到徹夜難眠 直呼離死神好近 不過搜救員的任務還沒結束 因為還有二九人受困在約 三公里外的九區洞 分別是五名酒店員工 和二四名遊客 根據沙掃我們的 之前我們的資料 目前是安全的 沒有沒有沒有安全疑慮的 那等到那個路打通的時候 我想我們可以順利的 把他們收救下來 由於土石大面積攤坊 增加救援難度 搜救員極力搶通道路 儘快將剩餘民眾給救出 記者花蓮綜合報導